我忘了加一句你還沒問我 高雄發大財 請教一下高雄在地音樂盛典 是哪一個請市長回答 請文化局長回答高雄發大財 文化局長你要回答嗎 大港開場 好那局長請坐 再來請教一下市長大港的意義是什麼 請市長回答 三個選項 陽光普照海派浩克 請觀光局長回答高雄發大財 你不要請文化局長回答嗎 好啊 觀光局長 大港就是高雄啊 港都啊 上面有ABC選項 你不要回答不清楚 一定要在你的ABC選啊 大港就是港都啊 港都開場啊 對大海開場 大港的意涵他有定義啦 大港就是港口很大 文化局代理局長是不是可以跟他講一下 你知道 我知道你知道 是不是讓觀光局長知道一下 好 局長 你請坐 我實在是有點快受不了你的那種態度這樣 充足飽滿的意識 好 再來 民社政篇 請教一下市長 就你上任至今四個月的期間 高雄市的人口成長多少人 請市長回答 是民政局 民政局啊 謝謝林智宏議員 請民政局長回答 高雄發大財 局長 我們如果整體看是減少近300 但是我們社會嵌入的人口是持續增加的 總體減少300對不對 現在統計數字 好 市長 我要給你提醒 你曾經在選舉的時候 一直強調十年高雄500萬人口 如果照這樣平均攤提下來 一年應該是增加20萬人口 那今年應該過了四個月快半年應該是10萬人口 現在呢 四個月減少300人 所以我想提醒市長 據你的這個目標 500萬人口已經越來越遠 好 我們看下一題 請教市長 依據法規 請問在宅保母單一時段 白天最多可收拖幾名幼兒 請市長回答 請社會局業局長先回答 高雄發大財 好 謝謝議長 謝謝林議員的關心 我們現在在公共托英這個中心 跟公共托英家園 那一比一比四 四個 好 答對了 這個社會局長很認真 他們在就任前 局長你請坐 他們很積極跟社會各界進行溝通 也跟議員進行溝通 議員的需求都會有很快速的回應 好 那請教一下市長 高雄市一般家庭 跟第一收家庭育兒 今天每個月補助金額分別為多少 請市長回答 請社會局業局長回答 那個 市長你少講一句話 高雄發大財 好 謝謝議長 謝謝林議員的關心 尤其對於0到2歲的這個托育的部分 那如果有加入總公共化托育政策之後 在衛福的這個部分 可以到6千 選稅選C 以上 多少 就是那個ABC ABC的這個C 錯 錯 局長錯 沒有它如果完成總公共化托育政策 它可以從2千5到3千塊 2千5跟5千好不好 對 局長你請坐 市長你曾經有講過說 這樣托育政策的金額你希望可以增加 也因應這少子話 請教一下市長你未來會不會增加這樣托育的金額 請市長回答 社會局業局長你再回答之後 我會把我的想法跟林志宏議員報告 局長剛回答我問他問題好不好 會不會增加 我再跟議員報告一下 原本是2千5 會不會增加 市長的意思他曾經說過要增加 會不會增加 是我跟議員報告 在這個總共化 讓很多新手爸媽照顧家庭可以減輕壓力 會不會增加 是 在這個部分 局長你請坐 你沒有要回答一次 市長你請回答 我們高雄市政府會橫估我們的財力 我們希望每一個新生的小寶貝在高雄 都能得到妥善的照顧 政府現在的裁員非常的困難 例如每一個出生嬰兒258 還有包括這些托兒能不能補助 那現在我已經請教育局跟社會局 所有高雄出生的每一個孩子 都要立案追蹤輔導 好 那前兩天我參加了一些 我覺得很感動 就是到了假日跟寒暑假 沒有長輩陪的孩子 非常的孤獨 那我們也希望像這樣孤獨的孩子 能夠有一些志工 能夠多多關心他們 輔導他們走一條正途 讓他們不要孤獨 市長你放棄了他很清楚 我們能做的對小孩子 都是第一優先 跟你認為保護 謝謝謝謝市長 所以後面社會局長 葉局長你的執行很重要 我忘了加一句 你還沒問我 高雄發大財 我們會跟隨時 大家急著艦 走營 被携電 走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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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